所以這一次打這個官司 對方好像是請了大陣仗 七個律師 七個 你是一個律師嗎 我覺得一個家庭裡面 媽媽非常重要 媽媽是主心骨 那 所以我認為母親的教育非常重要 那我媽媽的教育 讓我跟我妹妹非常有害 那我妹妹那時候沒有跟我交 她偷偷把她的包子要去抵押 她就說 姐 我怕妳擔心妳沒有錢 如果要 我這裡有 我妹只是一個上班族 那房子是她的所有 所以 我就覺得 就是我有 有家人真好 而且妳的爸爸也支持妳 妳搬出來就跟爸爸講 我覺得我都白擔心了 因為我為了小孩 為了家人 我一直這樣什麼都不講 什麼都不講 其實我心裡承受很大的壓力 可是其實妳說出來 他們愛妳 她怎麼會不諒解妳 那時候其實也很多的媒體在報導 報導妳的婚姻生活 聽說妳還覺得蠻困擾的 有一點點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 因為可能也是因為 我結婚比較快嘛 大家都說什麼散婚這樣子 然後 那我覺得困擾點 第一點就是說 比如說我很常回台灣 尤其上海跟台灣真的很近 對 就像可能台北跟高雄 超近的 所以比如說我朋友結婚啦 小孩滿月啦 什麼什麼重大的 我今天就飛回來嘛 就是因為我也是朋友 滿重視朋友的人 所以有時候飛回來太長了 那時候可能就會寫說 有婚便啊 回來找朋友訴苦之類的 回來這樣就變婚便 就可能跟心靈吃個飯啊 拍到我們兩個吃飯 就會寫說 我是找姐妹回來訴苦啊這樣 就很驚訝 怎麼會這樣呢 我老公也覺得 難道這樣妳是不應該 太長回去嗎 這樣 然後我就說 就算了也沒辦法啊 就這樣 工作人員真的是蠻辛苦的 有時候就是看圖說話啦 累一點就說 你今天臭臉對他 其實沒有 就是你有點累 那怎麼辦 這不會造成你們夫妻之間 因為他畢竟不是圈內人 他有沒有覺得很不適應 跟你抗議 本來之前的那一次 大概是這個 我剛說的那個新聞 可能類似於三四年前 他就有一點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呢 後面就是 又有比如說 有講到他可能 生意不是很好 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他覺得說 天啊 我就有沒有喜歡這個台灣 可是這樣說他 有點就不想回來之後 可能有些官媒我還記得 你們在16年前 當時結婚一年多 那當時他就是被媒體拍到 是 跟女生好像有在一起 當時你的反應是什麼 你有跟他溝通這個事情 是 26年前 我記得那是11月的時候 然後呢 我記得那時候 這是後來我靜靜的跟我講的 他就說 就是那個 數字週刊的主編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就說我們拍到 賀如雲的老公 在外面交女朋友 然後呢 然後我經典說怎麼可能 那時候我們才結婚 一年吧 新婚燕兒 然後呢 他就說怎麼可能 他說真的 他就傳了照片給他看 他回來他也不敢跟我講 他都沒有停 完全沒有停 後來等到禮拜三 已經要出刊了 他前一天他來跟我說 那個 我被週刊拍到 那 我說到底拍到什麼 然後那天就是 我老公就說 那我們先去日本 先躲一下 這樣子 不然整個媒體會瘋狂追殺 然後那個 然後我就 他就帶著我 我們就坐了華航最早的飛機 飛到日本去這樣 我那時候完全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候你還不知道 然後呢 一直到 到了日本 然後就是 他們就是看到照 那個週刊處 看看拍照給我看 我才知道 就崩潰了 我們在那邊 我現在待了超過一個禮拜吧 我瘦了六公斤 我史上最瘦就是那時候 四十六公斤 很大的打擊 很大的打擊 去日本通常都是度假很開心 然後這是逃難的 而且是逃一個你的災難 那經歷過這一段 那時候你怎麼原諒他的 其實那一段 其實真的滿痛苦 我因為那件事情 我被媒體關注了十年 真的是整整十年 然後呢 然後就是 我痛苦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 只要出去我走在路上 就會 有很多很好心的 不認識的人 就會過來跟我說 如瑜你要加油 何小姐你要加油 我知道他們是好意 可是對我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有創傷後症後群 我就是 我就會莫名其妙 就躲在床邊哭啊 然後情緒一下很好 然後下一秒就流眼淚 那我那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我先生發現的 他就問他的朋友 他朋友說 你要趕快帶你老婆 去看醫生 我覺得他不太對勁 所以我後來那時候 看了心理醫生 看了一年 對 然後 我想我都這麼痛苦 其實我先生更痛苦 因為他就是 就是那個人啊 那我那時候他跟我 他跟我說他永遠 不會再這樣做 那我想 我們才結婚一年 我是可以努力的啊 那我看到那麼痛苦 夫妻不是應該要 一起走過來嗎 所以就原諒他 那其實我們 那之後我就決定 我要生小孩 其實那時候他被拍到的時候 我再拍一個 跟劉聰倫的戲 我只在乎你 所以之後 我就徹底 就是 不再工作 然後我就想 我應該要生小孩 你發現 老公有外遇 你的想法反而是 我要更全心全意的 甚至生孩子 來鞏固這個家庭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講鞏固或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一個 就你們的家更完整 圓滿的家裡 應該是要有孩子的 我想問一下冰心 你怎麼看他當時 其實是很痛苦的 但是是為了 他反而是為了婚姻生孩子 甚至捨棄了他的工作 他們的婚姻很辛苦的地方 就是說 今天他說 他自己也說 他的老公是一個 善良溫柔的人 但是加個多情 善良溫柔多情的人 所以這種人 不太容易拒絕別人 所以像這種男人 是容易惹麻煩的人 所以你今天 像他剛剛講 一開始 兩個人就不好 就有狀況了嗎 因為他好像一直覺得 我好像是被判刑了 留校查看的樣子 就在看他的眼神 可是久了以後 他也會累你知道 我並不是說 什麼是非對錯 也不是說他老公對 而是說這段婚姻 開始就很辛苦 你父母親在住院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讓你覺得 蠻切心的一次 他沒有去看你的父母親 他本來態度就是這樣子嗎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我們關係急速變化 是從2018年開始 2017年 那就是兩三年的事情而已 那之前其實都還有維持 我覺得 禮貌 蠻客氣的關係 然後就是 我爸媽年紀也大了 身體也不好 2018年他們兩個加起來 大概住院超過十次 我先生就是 就是都沒有去看過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 我搬出來的時候 我爸跑來看我 他就說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跟他講 我拖到最後一顆 因為我覺得我不能不講了 然後呢 我 他就說 我就覺得奇怪 我已經兩三年 沒有看到這個女婿了 我們住很近耶 他就說 我那時候就覺得奇怪 我也不敢問你 然後 然後 我爸就哭了 他說 我爸八十幾歲了 他氣切 他講話也講不清楚 他跟我說 姐 你爸爸再活也沒有幾年 我本來以為你可以幸福 我還要安慰他 我爸 爸你放心我一定會努力 我會幸福 我說 你如果知道我前面十年 過什麼日子 你之前沒跟爸爸講 嗯 謝謝 謝謝 你們兩個人有大潮過嗎 有大潮反而好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是大 對 一直說一直強調沒有溝通到 真的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大潮過 是因為你也很能忍 你也不喜歡吵架嗎 而且 就是如果在孩子面前 我不想要讓孩子看到 我就會走開 所以你們兩個連大潮 都沒有大潮過 其實有真的會好 因為其實像 你不會爆發這麼多次 然後這個外遇事件 然後跟你父親的這個事情 你為什麼不會直接 就跟他 大聲溝通出來 有時候大聲反而好 把事情講清楚 反正好像是把心裡話 說出來的感覺 其實你知道嗎 我覺得犯錯的人 通常都會希望 大家給他一條路 就是說你到底希望我怎麼做 會很明確 你知道嗎 就是說有的時候 就是說大家都處於這種 壓力鍋的狀況之下 好像我們都不知道 接下來要怎麼樣 你會比較舒服 然後或者是說 在可以有的範圍內 你希望怎麼做 然後當大家都沒有這種默契 或這種方式方法的話 就開始逃避了 然後所以就會躲 所以躲了之後就很自然 因為我都在躲你了 那更不可能會去看你爸媽了 而且連要對話 要找話講都很辛苦 真的 你們協議離婚的時候 剛剛講的一個這麼溫柔貼心的男人 他是把你的付卡停了 然後把家裡門鎖換了 這其實是已經到很惡劣的 一個互動情況 我其實忘記 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什麼 他就很生氣 他就說你搬走 這是公司的房子 我不准你住在這裡 我要還給公司 然後我其實是沒有任何資源 那時候 那我也 我也很有骨氣 其實我也可以繼續住啊 可是我不要 就是我不想要看人家臉死了 我剛才也在提醒如云 我說通常對付公堂之後啊 大家就火力全開 有的時候大家都忘記初心是什麼了 其實我把院調解停開了七次 他們跟我說沒有人開這麼多次 那因為他幾乎都沒有來嘛 那他唯一去的那一次 我在法庭裡面 我把我這幾年 當然不能據悉迷的說 因為我的律師跟我說 你心裡有什麼話 你趁這個時候說一說吧 他說我不希望 他說我很多當事人 在離開之後 滿腹的委屈 有些話始終沒說出口 是 他說你就趁這個時候說一說 我說了 然後 後來他就再也沒來 調解停 又逃避了 所以他對他很逃避 當期待圓滿的婚姻 變成一個孤獨的婚姻的時候 你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從新聞上看到 當時你兩個小孩 被送到新加坡的時候 你是不知情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先生 他就是在新加坡 完成他的中學學業 所以他一直希望 他的兩個孩子 是跟他走一樣的模式 所以其實在幾年前 我們就有討論過 就是小孩 就是大兒子 大兒子為主 就是他小學畢業之後 送到新加坡去 就是讀中學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去年 我不是四月提離婚嗎 然後那時候我以為 因為他們都是一月份開學 應該是今年2020年 一月他們才要去新加坡 可是呢 就是我提完離婚之後 然後小孩六月中畢業 他六月底就決定 把他們送出國 那對我來講很倉促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拍八點檔 然後也動不了 我也不能陪他們去 然後小孩的住居地 跟小孩念的學校 我都不知道 蛤 都是父親決定的 沒有大家一起討論 沒有 所以小孩也是臨時被通知 然後要去這邊念這個學校 嗯 小孩都不會知情啦 因為通常都是 我們決定了什麼 然後才那個 那當然他們要打包行李之前 我知道 可是那時候已經 他們已經差不多要飛了 對 所以聽起來是 你跟小孩都是臨時被 就是不知道會 就是不知道會 這麼早就要去 就是六月中 畢業典禮 六月底就走了 小孩沒有一些反應反彈 這麼乖 小孩其實蠻乖的 就是 那你現在有跟小孩聯絡嗎 有 還好現在就是網路很發達 都可以視訊啊 通訊息啊什麼的 對 那他們現在對你們兩個的關係 實際上我沒有跟他們好好聊過耶 因為我一直在想 我想要跟他們面對面的時候 然後可以擁抱的時候 再跟他們聽 我不想要在電話裡面 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說 可是我相信他的同學還有什麼 不知道我會跟他講 而且大的已經13歲了 他也會看網路了 對 那其實那時候我的律師有跟我說 如果你不想要小孩離開 可以申請就是讓他們不要出境 那我那時候我就想 我只想了一個晚上 我說還是要他們走啊 我說因為我以小孩的最大利益為考量 就是 他們在台灣念這樣的學校 因為我知道他們將來可能 大學學會在國外完成 那其實真的不需要在學校裡面 忍受這個升學壓力 我看了也很不捨 然後我那時候在想 如果之後我跟他父親的事情上了媒體 他也不要這樣直接被衝擊 至少在那裡 然後我是這樣想 所以我就跟他說不要我讓他們走 就這樣 那時候你大兒子在IG上有寫一段文章 其實是堅定你要離婚的意念 他寫了什麼 就是其實我一直在想 其實我也可以閉著眼睛就這樣過一輩子 也可以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很多時候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對還是錯 當然中間有很痛苦的時候 真的很痛苦 然後尤其是那時候小孩被送走的時候 那一整個月我都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他們從出生沒有離開過那麼久 然後 今年八月 我看到我兒子在IG上 大兒子 發了一篇文 當場崩潰 他跟我講說 那篇文是他 他當場 他就講說 其實在他的成長過程裡面是有碎片 只有碎片 然後是有碎片 他說因為爸爸長毛都不在家 都是媽媽來照顧我們 我那時候看了我就在想 如果我這麼努力 維持一個完整 你還覺得有碎片 那也許我這樣做不是錯 我如果再這樣下去 可能我整個人都破碎 可能再也沒有辦法完整 那不如我好好的 重新建設我自己 等我把我自己變成一個 很大很大的圓 你就看不到那個破碎 讓你理...讓你誤到 原來這個婚姻裡頭 你覺得你破碎 你孩子也感受到破碎 我沒有想到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真的沒有想到 媽媽看來我很傷心 就是堅持了就是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為了孩子 是 你當初其實這個兩個孩子 真的為母則強得來不易 你是做了二十多次的人工授業 對 我朋友都說我像瘋子一樣 我是一個 我只要立下目標 我就會拚命去做的人 即便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不可能完成 然後 就是我那時候 我不是說我想要一個 很完整的家庭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趕快生小孩 然後那時候我三... 我三十五歲結婚嘛 那時候三十七歲 醫生就說何小姐以你的年紀 你其實可以一層一層慢慢試 譬如說我們先從吃排卵藥 打排卵針 然後呢慢慢的 然後或者是就是那個打 打精子到你的那個子宮裡面 慢慢做 我說不行我要快 我說我想要快一點 那什麼成功率最高 因為就是那個排卵藥 當然可能只有百分之幾 然後可是成功率 後面就會越來越高 可是當然你會越痛苦 他說試管嬰兒 成功率最高 百分之三十五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這樣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就要做試管嬰兒 他說你不從一開始試嗎 我說不要 我要快 因為一年只有十二個機會 就是十二個週期嘛 對 然後呢他就說 好 那就是就開始做 然後他跟我說 以你的年紀大概三次會成功 我沒有成功一三次 都沒有成功 我那時候問醫生 醫生都說你就如常生活 就不要提重物就好了 我不理他 我就臥床 當我植入之後 我就臥床十四天這樣 然後呢就是 求職多心切啊 然後就是你只要 下一次MC不要來 就幾乎是成功了 對 所以就每天都在等等待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已經快熬到 第十四天要去抽血檢查 看有沒有中 我就去超市買東西 沒有大包小包 只是去買一個小東西而已 走到一半 MC來了 然後我當場 蹲在地上就大哭 然後呢 就一路哭回家 後來我的醫生就跟我說 你這樣心理壓力太大 你要不要休息 我說我不要 我要接著做 就這樣 我說除非你告訴我 我一直這樣做下去 對我的身體有影響 會影響受孕率 我就停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是繼續做 他說不會啦 我只是怕你心理承受不起 我說不會我可以的 後來做到第五次的時候 就是有了老大 然後就很開心啊 我老公當然很開心啊 然後就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因為我跟我妹妹很好 然後我們到現在 我們出門還是要手牽手 感覺很好 我就覺得 一個小孩不可以的 他很孤單 以後我們都走了 以後我們都走了 他至少要有一個 手足 手足 我就想要 拜他生一個弟弟或妹妹 又回去做 然後呢 做到第二次成功了 然後指數還很漂亮喔 然後那時候我在想說 可能是雙胞胎 就很開心 可是 好幾步場 過了幾天開始流血 然後我就問醫生 我說醫生怎麼回事 他說有時候是著床性出血 你不要擔心 哇 那血越來越多 就很像MC來你知道嗎 後來呢 就是 就是醫生就說 就每兩天幫我抽一次血 那你知道懷孕的婦女 她的血液裡面 有一個絨毛指數 叫HCG 她如果那個胚胎是OK的話 她會每天倍數成長 我的那個 那個數值是有成長 可是她沒有倍數 她是很奇怪的 然後醫生就懷疑是子宮外孕 我就跟醫生 然後可是醫生也捨不得 我當然更捨不得 我說我們在觀察 他說好 結果後來呢 我就是撐了兩個禮拜了 那個指數一直都很奇怪 我的醫生說不行 這絕對是子宮外孕 一定要開刀 不然會有生命危險 我還求她 我說要不要再撐幾天 她說不行了 我絕對確定 因為那時候 陪她很小 那個超音波是照不出來的 後來我們就約在醫院裡面 就動手術 我記得手術完之後 就是全身麻醉嘛 她就拍拍我的臉 我就醒來 她就跟我說 如荺 姐姐囉 是右邊的舒染管 我已經處理了 她說你在幹嘛 你的舒染管整個都破了 好痛喔 她說你都不會痛嗎 超痛的 我不覺得那就痛耶 妳太想要小孩了 她問我說 妳都不會痛嗎 我想不出來 我有什麼地方覺得痛 我就 我那次覺得好可惜 好可惜 後來因為這樣子 就必須要停嘛 因為要坐小月子 後來一結束之後 我又馬上開始坐 後來坐到第五次又成功 可是我這個老二 就是那時候 我有一個 我有很嚴重的前置胎盤 也是很危險 因為我們是人工的 所以呢 她的著床位置不好 她很接近子宮頸口 所以那時候 醫生就開始 她就想說 我要早一個日子 把小孩拿出來 不然我會學崩 所以她又很糾結 醫生也很糾結 我也很糾結 她就想說 她不想要讓小孩 這麼早出來 因為最後發育的是 她的呼吸器官跟肺 太早出來她沒有長好 所以她也很糾結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看 就是看好了一個時間 然後就開刀 然後我記得我躺在那個 手術台上的時候 她還問那個護士說 2000cc的血袋背好了沒 就是一片就是很緊張 然後就當然 然後小孩生出來之後 她還跟我說 她安慰我 她說 如瑜 以後妳這個小孩一定是中宅 她說妳知道嗎 妳不只前置胎盤 很嚴重 她說她的臍帶繞了兩圈 她說還好我們這時候 把它拿出來 她說如果她再大 她可能就會 就沒了 對 她說剛好我們日子 學得很好 然後就生完小孩之後 有一次我朋友來看我 她就跟我說 如瑜妳醫生真好 她一直在妳的 就是病房外面 一直走來走去 沒有回去 然後後來就是剖腹完以後 就是還要回醫院去復診 她才跟我說 如瑜我老實跟妳講 妳那個情況真的很嚴重 她說我接生幾千個小孩 不會超過五個 她說很多人 她很緊張 然後我就說 所以妳就留在病 就是醫院不敢走 她說對 很多人產婦 前面都撐過去了 後面48小時雪崩 所以她不敢走 妳這個用命把它生下來的 很不容易 但是妳竟然還想要再生第三個 對 就是 我先生很想要一個女兒 那我大兒子叫Brian 我小兒子叫Bruce 我們連女兒的名字都取好 叫Brenda 可是沒有Brenda 就是想要再生一個女兒 然後所以我又回去做 然後做 這次真的五次都沒有成功 完全共骨 真的 然後我所謂的二十幾次是因為 就是除了做試管嬰兒之外 中間還有一些冷凍胚胎的植物 什麼之類的這樣 所以燙不浪噹加起來大概有二十次吧 幸福幸福 然後我做到第五次失敗 我打算要再做第六次 那醫生求我 他說如雲我求求妳妳不要再做了 我看得都不忍心 他說妳有兩個兒子就好了 已經很好了 停了好不好 如果不是他叫我停我 真的還是會做下去 連醫生都看不下去了 不要再這麼怕別人下去 這個過程裡面妳老公都有 好好陪著妳嗎 幾乎都有 所以他的改變是在生完小孩之後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懷老二的時候 他就比較常不在家 然後應酬也很多 也常常出國 後來就變成一個關係 那麼婚後的財務問題 到底要誰管誰 兩個都這麼能幹 問一下蜜桃姐姐 妳們家怎麼分配 因為我老公屬於 比較內地大男人主義的那一種 大男人主義 他從來不是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會覺得說 所有的財務 一定要主動跟妳說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不主動跟我說 那可能我問了妳 也沒有說很明白 那就算了類似這樣 這個就算了 他不主動說妳也不問 這個好危險喔 不是就是屬於我們 比較各管各的 各管各的 有帶老公照片嗎 我們看一下 有啊有啊有啊 這個很MAN的 就是剛好我們那天 是剛好九年結婚紀念日的時候 哇 他買的玫瑰花 對 很浪漫耶 哇 因為我跟他說 什麼禮物來無疾買 沒關係一定要有花 因為我自己超愛花的 浪漫浪漫 九年還非常甜蜜 對啊 他講起來好甜蜜喔 我等一下可能 沒有辦法這個表情 有有有有 表情和 可是他講到錢妳 妳是講得很模糊的 就是他也沒跟你講 那妳也搞不清楚 所以妳們各自有多少情緒 其實是 大概是知道啦 大概是知道 但是我沒有覺得 他一定要給我管 不可能說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大方向一定是知道的 然後家裡的共同基金也是有 只是說 如果說他很多東西 他想要保留他自己的隱私 我完全可以接受 那妳剛剛說妳老公很大男人主義喔 聽說他是從來不在家裡 不做家事不顧小孩的 就是說 他比較是覺得 這些事情就是阿姨做就好了 這樣子 阿姨 妳從以為想說是妳做的 阿姨做就好了 對 就是他會覺得說 因為他很多事情 他很忙嘛 他回家就要休息啊 然後或是陪小孩吃飯啊 玩啊這些他都會 然後但是可能就是 比如說小孩很小 餵奶壞尿布這些 他覺得阿姨做比他厲害 他就覺得就是阿姨做就可以了 那妳也覺得OK 我是一開始的時候有一點覺得 好像是不是有點不太對呢 這樣然後後來呢 可是跟內地的女性朋友 認識越多 發現好像他們都覺得 這很正常 然後還有就是反而會覺得 如果我覺得很奇怪是不正常的 所以其實兩岸的很多這個 男女交往婚姻關係差蠻多的 對文化有點不一樣 有什麼妳覺得最衝擊的 他們給妳什麼在婚姻中 不同的觀念 其他的衝擊我覺得還好 就是男女 比如說有時候吃飯 會是男生坐一坐 女生坐一坐 然後或是說就是 就是在於帶小孩親子這個方面 可能不像可能台灣或西方 對是這麼的注重 對這樣子 還蠻特別耶 我很多上海的男的朋友 在家裡是很會做家事 我也剛剛想想說 因為通常北京的是比較傳統 上海是對老婆很好的 而且很多上海男人 是包辦所有的家事喔 對 好像女前置上 很多 妳的先生是不是從外地去住在上海 她本身不是上海 對 廣州 聽說只有上海男生是這樣子 對 可是如果不是上海男生其實不會 妳現在定居在上海 對 我結婚了之後呢 就到上海 然後呢 生了我第一年 結婚 剛結婚 就懷孕了生了我兒子 然後三年後又生了我女兒 所以我就是閒置了 差不多三年多快四年 然後就開始覺得說 好像還是該出來做點事情 所以就是先失去自己之後 努力做自己 失去再努力把她找回來 對對對 一男一女很棒啊 那聽說當時老公跟你求婚 妳們這樣三個月就答應了 應該是說那時候我老公 我跟他認識 是因為朋友介紹嘛 然後後來他 三個月他追求我 然後我就同意了 然後他隔了一個月 他就跟我求婚 我很驚訝 那很快耶 對 我很驚訝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過 那我的事業呢 我的台灣 我是不是真的能夠接受 離開台灣的生活 對 然後後來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 她是上海人嗎 她是廣州人 在上海工作 對 那因為那時候我就是 我媽媽那時候 其實癌症比較末期 醫生說 可能只剩下最後一年 那時候我腦海閃過的畫面 想說 那媽媽也很希望 我找到另外一半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既然我覺得遇到她 我覺得應該就是她了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嗯 好吧 OK 所以是在一個緣分 妳想要給媽媽安心 對 所以可能很多人 媽媽有認同她嗎 那時候 後來我就跟媽媽講 媽媽就也很喜歡她 就之前就有吃過飯 媽媽就蠻喜歡的 然後就覺得 嗯 很多人說 有時候一種衝動 是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 就 OK 了 那妳當時其實 媒體很多報導嘛 就說妳嫁入一個 好像非常好的家庭 但妳從來都不覺得 自己嫁一個有錢的老公 嗯 我覺得我嫁的家庭 當然是不錯 我公婆人也很好 嗯 只是說 說她是很豪門的 其實沒有 因為她是靠自己白手起家 一路有自己的成績 就是所以我很欣賞她 這樣子 嗯 妳很欣賞她 我很欣賞她的努力 跟很悶 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呢 雖然就是 大家看到我是很可愛那一面 對 但是因為其實我私底下 因為我是雙子座 所以我私底下跟朋友相處 有時候也會有點 男 男兒 男兒氣 這樣子 有時候會的 嗯 兄弟姊妹很多 朋友 所以我覺得 要能嫁予我的男生呢 可能他也是要有點man 對 可能他可能沒有辦法 好 そう 好 往往 走 好了 嗯 好 好